这一天,韩国街头惊现恐怖一幕 一男子表情猙獰,手捧生肉,在人群中大快躲移 路过的群众纷纷驻足,上前查看拍照,没曾想下一秒 随后,男子抱着心爱的食物迅速逃离了现场 留在原地的吃瓜群众还意犹未尽 心想这是哪个精神病院偷跑出来的 殊不知一场病毒危机正在悄然发生 男子名叫二狗是一个盗窃团伙的头目 他本是一个正常人,只因被一头怪猫咬伤 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一天前,二狗带着手下来到码头,盗窃一匹走私手表 他们事先踩过点,所以很顺利地找到目标集装箱 翘锁开门,一气呵成 就在两人满心欢喜装货时,一声猫叫吸引了二狗注意 他寻着声音查看,结果家猫突然像疯了一般 扑到他身上,将其咬伤后离开 此时的二狗自认晦气 殊不知,那只家猫身上带有可怕的丧尸病毒 很快二狗发生变异,开始攻击同伴 却被对方一把推进河里 第二天一早,二狗颤颤颤巍巍地从河中爬出 走向了城市 与此同时,我们的男主善宇是一家网红工作室的新员工 同时他还是跆拳到黑带,拥有一身不俗的身手 上班途中,善宇碰见公司女同事小美正遭到流氓调戏 善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直接出手打跑流氓 这次的英雄救美直接拉近两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一起来到公司上班 公司老板嫖哥对小美虎视眈眈,一直找机会进行开游 这让在一旁看的善宇心里很是不爽,却也无可奈何 而小美也是无力反抗 另一边,二狗从人群中逃走,在街上四处游荡 此时的他并未被病毒完全感染,还尚存一丝理智 就在这时,一辆货车差点撞到站在路中央的二狗 司机见状破口大骂后离开,二狗先有怨气,一路跟着司机来到一家大厦的地下停车场 趁司机下车的空档,从背后透袭,一口咬了上去 直接将其变成自己的同类,再让你凶我 咬完人的二狗,这下心里算是舒服了 在此之后,品尝过先洗的他,体内病毒被完全释放 只见他冲进大厦内部,开启了猎杀时刻 一时之间,大厦里乱成一锅粥,一家公司全军覆没 恰好这一幕被正在巡视大厦的女财阀看到 此刻,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招呼保安进去看看 结果,他被二狗盯上,当成了炮灰 财阀见状,意识到情况不妙 利用无线电通知警卫室,对整个大厦进行封闭 而后,带着紧剩的一名保安四处逃散 误打误撞间,他们逃进了善于所在的网红公司 小美听完情况,立马掏出手机,想要打电话报警 却遭到财阀的阻拦 原来,他刚把大厦挂出去售卖 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传出丧尸事件 恐怕大厦价格将遗落千丈 所以才罚出高价,请现场所有人帮自己解决麻烦 事成后,除了奖赏外,还可能免除网红工作室一年房租 调哥剑裁眼开,当即答应下来 带着善于几人出门查看 发现外面已经变成丧尸的修罗场 仅凭他们的能力,完全对付不了 就在这时,几人被丧尸发现,吓得落荒而逃 好不容易摆脱掉,又遇见二狗 这次,善于选择主动出击 连续几机飞踢,把二狗踹飞出去 然而,二狗就将那打不死的小强 不管被击倒几次,都能顽强爬起 慢慢地,善于体力不支 开始在对战中落入下风 善于拼尽全力,将二狗踹到嫖哥等人面前 二狗张开他的血盆大口,扑了上来 自私的嫖哥为了活命 一把将手下胖哥推给二狗 目送胖哥被咬死变成丧尸 随后,一行人跑回公司躲避 事情发展到这里,财阀依旧不让报警 众人陷入争吵之中 没想到下一秒,之前被咬上的保安 不知从哪冒出来 一口咬上财阀的脖子 然后一声怒吼,冲向嫖哥几人 战雨迅速出手,与其缠斗在一起 嫖哥则趁机带着小美逃出公司 怎料在门口遇到变异的胖哥 嫖哥健壮眼疾手快,将小美挡在身前 危急关头,打倒丧尸保安的善于冲出来 一把将小美拉到自己身后,让嫖哥面对胖哥的血盆大口 就这样,在一阵阵激烈的惨叫声中 嫖哥变成了丧尸 善于拉着小美逃跑 两人一路奔逃,躲进地下室仓库休息 此时的小美已经精疲力尽 坐在地上睡了过去 不知过去多久,两人休息完毕 开始想办法求救 两人想到打电话报警 他们的手机却放在了办公室 此刻,外面楼道里布满了丧尸 这么贸然出去,根本无法活命 于是善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从仓库里找到一块录音机播放音乐 绑上绳子顺楼梯往下放 借此吸引走大部分丧尸 果然这招奏效了 丧尸被吸引走 善于趁此机会带着小美向上跑 没想到,途中遇到了胖哥和嫖哥 善于被胖哥缠住 小美则让嫖哥盯上 眼看即将命丧对方之口 小美想起,善于曾经在天台交给她的仿身术 于是小美出手击退嫖哥 一棍子将去打晕 然后又挥出一棍子打倒胖哥 帮助善于解了围 两人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总算返回公司 结果你才怎么着 他们的手机通通不好用了 就连坐机都打不通 还没到两人缓过神是怎么回事 二狗又突然出现 善于上去就是一脚 对方纹丝不动 二狗冲上来 善于侧身低头躲过 接着又是一套组合拳 最后一招飞旋踢 才将二狗成功踹晕 随后善于带着小美一路打倒丧尸 顺着楼梯往地下车库跑 准备驾车逃走 途中却遇到丧尸围攻 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跑到一楼大厅 丧尸在身后张牙舞爪 穷追不舍 咱也不知道 为什么大厦大厅里会放着一辆车 善于将小美安置车内 自己则手持棒球棍 与丧尸对决 奈何丧尸数量太多 善于完全不是对手 最后她被逼到车顶 与丧尸进行周旋 但很快善于便发现 如此下去不是办法 用不了多久 汽车就会被丧尸推翻 从而害了小美 想到这里 善于果断跳下汽车 用棒球棍制造声响 吸引走丧尸注意 结果自己却被丧尸扑倒在地 眼看命悬一线之际 小美从车里冲了出来 不知道从哪顺来一把灭火气 对着丧尸群一顿狂喷 将其驱散 从而救下善于 这一刻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可现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 小美拽着善于逃到地下车库 取料 二狗又不知道从哪窜出来 扑向两人 善于眼几脚快 一个飞旋踢踹到二狗 跟着又连续补上几脚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的二狗战斗力爆表 善于的拳头打在他身上 完全就是在挠痒痒 造不成一点伤害 小美见状上前帮忙 他手持棍棒 重重击打在二狗身上 结果也是无济于事 两人合力都无法将其制服 反而还让对方打飞出去 善于捡起棒球棍 再次冲上去 却被二狗当场踹飞 善于起身继续战斗 经过一番激烈缠斗 他最终还是落入下风 关键时刻 又是小美挺身而出 撞倒二狗 帮助善于得到喘息机会 这时 倒地的二狗还想起身战斗 但善于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了 只见善于抡起棒球棍 对准他的脑袋 就是重重的几下 直到二狗彻底没了动静 善于才停下动作 不停地喘着粗气 本以为电影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结果你猜怎么着 财阀又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张开他那血盆大口 善于眼急手快 一把扑到小美护住他 将自己的身体留给财阀 财阀也不惯着 一口咬住善于小腿 激烈的惨叫声 响车整个地下车库 这时 小美起身拿起棒球棍 对准财阀脑袋就是一棍子 成功将其打晕 善于被咬伤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发生变异 小美健壮善然泪下 这一路的经历 让两人有了感情 善于让小美先走 自己选择留下 小美不愿意放弃善于 两人哭也哭完了 煽情的也差不多了 是不是该结尾了呢 然而并没有 导演再次强行反转 善于发现 自己小腿没有伤口 上面有两颗假牙 原来才发誓用假牙咬的善于 因此他并没有感染 好了 这一下悲剧秒变喜剧 小美搀扶着善于起身 离开了地下车库 两人走后不久 二狗又死而复生 奔在善于身后走了出来 看来这场丧尸危机没有结束 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 电影到这里总算结束了 天明江南丧尸 一部最新上映的韩国丧尸片 自从釜山行大获成功后 丧尸题材电影开始在韩国盛行 各种丧尸片皆用而至 但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就比如这部江南丧尸 真的是烂到可以 看完电影 我有些怀疑本篇导演是不是大学生 于是我特意去查了一下 发现该篇导演李朱成 居然是个中国导演 靠着有色电影起家 看到这里我就多少能理解 这部电影的水准了 接下来回到剧情当中 首先这个剧本完成度高 但剧情十分老套 没有任何新颖 开头就知道结尾的那种 其中两位主演的演技 还是值得肯定的 尤其是女一号朴志妍 她在韩国被称之为 第一长腿女神 绝对的颜值担当 只不过该片里 她没有秀一下 穿得比较保守 属实让人有些失望 其次男一号 池一珠也是韩国知名男演员 这部剧全靠两人活生生的撑了起来 有喜欢丧尸题材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去找来原片看一看 当然看之前先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不喜欢的就不要去看了 因为你看完之后会发现 自己不仅浪费了时间 还看了个寂寞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姐说的可以留个关注哦 让我们下期再见咯